欢迎来到新闻和活动频道 请订阅和分享以更新有关当今 随着明明星的最新信息 王一博香脉活动穿粉衬衫搭珍珠项链 直播仅两分钟还吐槽粉丝 王一博2019年与肖战合演 单改古装剧陈情令 两人双双抱红月位男神 今年王一博与李沁 王阳主演的叠战剧追风者 很甩他过往木头演技的负评 声势再度狂飙 身为Chanel香脉尔品牌大使的王一博 日前亮相香脉杭州发布会 他穿粉色衬衫外罩 白色鞋纹软的外套 再搭配大串珍珠项链 贵气又吸睛 而王一博也在现场开直播 他被发现拍帅照时衬衫 原是开扣状态 直播时就立刻扣上 被亏太保守 直播时被粉丝问吃饭了没 王一博直接吐槽 这是啥问题 但还是乖乖回复 中午喝了粥 最后支直播两分钟就匆匆结束 不少网友傻眼直呼王一博真的是省话一哥 现年27岁的王一博2021年便成为香脉品牌大使 是品牌最年轻的品牌大使 他日前受邀出席香脉在杭州举办的香脉2024-25高级手工方系列发布会 身穿香脉2025春夏高级成衣系列白色鞋纹软的外套 内搭粉色断面衬衫 下搭威喇叭牛仔裤 以及佩戴珍珠项链 山茶花胸针与logo腰带 手上戴的是Coco Crush系列戒指 整体造型贵气又带点少女心 维持着王一博一向的时髦水准 吸睛抢眼 此外 王一博是众所皆知的神话天王 因此他在直播过程中也不是主动找话跟粉丝聊 而是工作人员在萤幕后丢粉丝的问题给他进行互动 没想到当被粉丝问吃饭了没 王一博却直接吐槽 这是啥问题 但还是乖乖回复 中午喝了粥 被问有没有要和谈目网友说的 王一博也秒回 没啥和谈目粉丝说的 最后直直播两分钟就匆匆结束 王一博最后还因不会关直播在镜头前问 咋关啊 让不少网友傻眼直呼 这一连串操作都非常王一博 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 在这里面有什么看法呢 感谢观看